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暴龙眼镜爱情保卫战 我们的节目是由 布隆暴龙眼镜冠名播出的 本栏目由休闲旅游领导者 图牛旅游网特约播出 休闲旅游找图牛下载图牛APP 手机预定更便宜 本栏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特别赞助 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爱宝粉丝下载天天圈提出问题 就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得到图老师一对一的解答 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实时互动 并分享至朋友圈 就有机会获得实务大奖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著名的媒体评论人 于博红 于老师 欢迎于老师 著名的影视演员 李采化 李老师 怀疑嘉幸的副总裁 曲伟 曲老师 爱情导师 图磊 图老师 先来了解一下 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有事吗 你问我有事吗 我还想问您有事吗 你究竟什么意思呀 我说的已经够清楚了 什么就说清楚了 咱们在一起三年了 一去分手就完事了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咱们真的不合适 不合适 你现在说不合适了 我为你吃苦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呀 你家人看不起我 逼我还钱的时候怎么不说 那些事已经都过去了 总说这些还有意思吗 我为什么不说 不就是他们必然分手吗 他们还让你相亲 不然你会认识那个女的吗 还为了跟他出国甩了我吗 这些都是我的决定 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再说我已经给你补偿了 我不需要补偿 我付出的一切 不是能用钱来衡量的 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给你结婚 喂 看到了一对情侣之间的争吵 在这个争吵之中 谈到了一点 谁欠谁的 谁不欠谁的 如果情感需要用欠和还 来进行对比的话 那么这段情感 就真的要出危机了 掌声请出他们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灰 25岁来自河北技术园 女嘉宾小红 24岁来自河北二地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愿意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 愿意 是大学同学吗 是的 谁追的谁 是他追的我 就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 我当时看他挺懂礼貌的 然后就是给我同学 要了他的手机号 然后给他打电话啥的 感情好吗 我们感情挺好的 就是前几天他跟我说 他要跟我分手了 然后要跟另外一个女的 一块出国 我想出国也是有 我自己的工作打算的 也是为了我自己的一个 刚好的发展前处嘛 再说了 不也是给了你一定的补偿吗 你别给我提那补偿了 什么补偿呀 当时不是这么说的 就是他妈妈说那个 就是我要考上研之后 就给我那个两万块钱 当做是学费嘛 然后就是前几天他跟我打电话 说是那个那两万块钱 是给我的那个分手费 不不等等 说的有点乱 我慢慢来说好不好 你们交往期间 一直很顺利是吗 不是的 我们搭那个交往的时候 就特别开心 然后就是过了半年之后 他们家是市里的 然后他就领我去回家 见他的父母了 我就特别委屈 就第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 他妈把那个门一开嘛 就摆了一脸 就是臭脸就上来了嘛 不能那么说 就是特别 我妈妈他们不就是喜欢一个干净吗 大部分小包的立着给你们家 给你妈妈带过去不容易嘛 一进门他们家有一个那皮沙发嘛 当时他妈张着我的面 就把那个布毯就铺在上面了 就算一个普通朋友来 也不用这么嫌弃我 还有过后吃饭的时候 你不知道我不能吃鱼 非得让你妈给做鱼吃 我对那敏感 那也是我妈妈的一个好业 当时也有其他菜啊 你也可以吃啊 又没说让你完全吃那个 它是好业 可是我当时 当时你爸妈的面能不吃吗 不喜欢吃你可以说嘛 行 我给你们家受多少委屈 就是去你们家 你妈每次不都做这个呀 就因为你爱吃鱼 我不爱吃鱼 就给你吃点鱼 你能委屈到哪去呀姑娘 不是这样的 吃完饭之后 给她那个刷刷盘子什么的呀 我不就打破你们 打破你们家一个盘子嘛 你妈就上来一顿臭骂什么 笨手笨脚的呀 这话我需要解释一下 农村来一顿 她当时站在旁边 都什么都不说 是我妈妈的朋友 在国外带我来的 毛手毛手脚都给打破了 我只能向着她 这个给到我们一个信息 实际上面是 男生的家里面 不太喜欢这个女生 我妈妈刚开始 对她是有一些偏见 但是后来一点点的 也说通了 然后后来才会发生 发生一系列问题嘛 就是当时我又不是 那个考研嘛 报那个考研辅导班 6000块钱 是一个全程的班嘛 然后我当时也是 我挺爱学习的 我就说我自己可以学 不用报这班 咱也可以考好 她就不相信 她就说那个 你报我班 报班还保险点 他们家 她也是觉得他们家 可能条件也比我好嘛 然后我也挺感动的 就背地里给我出了 这6000块钱 就是给我报上了 主任这块 我特别感动 因为那时候 我也在上学嘛 然后那张银行卡呢 是我妈妈给我办的 然后是绑定了 她的手机 有那个转型提醒 当时一下子 花了6000多块钱 然后我妈妈以为 我这卡是丢了 还是说被商量受骗什么的 然后我妈妈 当时就给我打个电话来了 问我这钱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一说 给她交学费了 当时确实是我妈妈 有可能心情没太平和 就给你打电话 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 是 她妈从来没给我打个电话 就是她妈给我打电话 我就挺高兴的 结果我一接电话 就一对臭嘛 她妈就特别叼 然后就说说什么 不好意思 你这样有意思吗 每次见面都一直吵 我妈都没有骂过我 一直吵 你一直在说我家 怎么怎么不好 我就冲她们家前去的 就为了跟她在一块 就是为了她们的钱 才跟她在一块的 之后发生了什么 这件事怎么消除的 然后就是她妈妈让我还钱 我就说还没 本来自己报本 也不应该换人家的钱 钱还给你没有 还了 这个你妈妈给她 打完电话之后 这事你知道吗 当时我妈妈给她打电话 我不知道 事后是她告诉我的 你的态度是什么态度 因为当时我给她的钱 给她交上以后 然后我如果要是说 不让她还上这钱 我妈妈就要和我断交关系 这个钱你是怎么还给她的 就是我做兼职 然后就是我一共两个三分兼职 当时我一天喊九个小时 嗓子都不能说话了 你难道就不知道吗 对 这个我知道 但是我也 我就是尽快想还 把你的钱还上 但是那时候她还钱的时候 你今天是来干嘛的 就是想和她说清楚 这些所有的事情 根本说不行 就是她们家里人 就是一直在组织 怎么了 接下来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姑娘 咱们接着吧 给她相亲啊 然后呢 刚开始的时候她跟我说什么 她给她妈妈 她去相亲就是应付她妈妈 然后到慢慢地 就是相亲的频率越来越高 然后呢 我当时我就跟她说你别去了 因为我当时也挺单纯的 我就帮她去了吧 她们家就把她那个 经纪来源给断了 就是她不去相亲 她妈妈就不给她生活费了 对 是这样 然后呢 但是我却不知道 就是她就背着我 用我给她的钱去 然后去相亲 我是为了什么 当时我和家人闹成 纳梅姜又是为了什么 那你不是拿着我的钱去相亲 我自己都舍不得 有一次我跟她洗衣服的时候就是 我就发现两张那个电影票 给那个饭票 200块钱的那个收据 我自己都舍不得 吃200块钱的饭 她觉得是拿了我钱去吃饭 好 现在她说这些 还有什么意义 我当时和家里有变化和关系 不就是想在家里面 拿到一些那个生活费什么的吗 好 她拿你的钱去相亲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就是现在就跟那个女的要出国嘛 然后她也不跟我说的 然后就还有跟我分手 我都 我都 我觉得我都死得特别惨 今天咱们是来解决咱们两个的关系 我只想和你说清楚 和她没有任何关系好吗 好 好 好 要留学了 对 家里让你去的 也是我自己想去 你什么时候跟她提出来的说要分手 时间也不长了 到现在这个手分掉了吗 没有呢 今天你来这儿的目的是要跟她分手吗 对 是的 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你能告诉我们吗 因为就是说我要出国嘛 然后为了自己的以后生活什么的 不是这样的 她就是被她父母洗脑 她之前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然后出国什么时间回来还不一定呢 所以想让她找到自己的幸福吗 不一定我也可以给你出国啊 我怕耽误着她 所以让她找到她自己的幸福 好 好 那我现在想问的是说 你现在有新的感情吗 现在属于有吧 你们俩打算一起出国 是的 那个女朋友是爸妈介绍的 对 家庭条件还不错 对 门当户对 最主要就是说我妈妈 还是比较认可她吧 你妈妈比较认可那个女孩 你打内心呢 我也还可以吧 好 那你要说清楚的是什么 你想跟这个女生了断的是什么 就是想和她说清楚 然后以后祝她幸福 请她以后不要再来纠缠我了 不要再纠缠你了 对 你们在这个小片里 你也提到过说有给钱什么 那个钱是指什么 那钱就当是给她的一个补偿吧 给了多少钱 两万 因为我们两个在一起了三年 她当时不是这么说的 她说的话就是 她妈妈说要考上研的话 就给我两万块钱的学费 现在又变成补偿费 你这什么意思 好好好 你家不就是在骗我吗 好好好 我哪有骗你啊 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结了婚能离婚吗 不离婚 能吗 不能离婚 不能离 那男的把你往死里打 那男的天天在外面花心 离婚吗 他就不是在 我问你呢 能离婚吗 不离婚 就是结了婚之后 一个男人把你往死里打 在外面花天酒地 你也不离婚是吧 离婚 啊 离婚 道理离还是不离 离 这小子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地道 一会儿老师们会说 他听话 他妈妈 他也孝顺 我觉得他 他听话 他孝顺 你觉得他爱你吗 我们之前挺好的 我问你 他现在爱你吗 我觉得他说的不是心里话 怎么办呢 来 老师们一起进入 求比特问卷 小辉 你到现在为止 还没给跟他完全的分手干净 对 也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 从名义上来说 他还是你的女朋友 对 这也是事实 所以小伙子 你出国加出轨 目的很明晰 就是让他出门 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确实有些事情做的是不地道的 我不说你妈 你妈妈可能认为这个媳妇 未来的媳妇我不喜欢 这是老人的想法 关键的问题是 你妈妈这么多次让你去相亲 而你呢 旁边是有一个女朋友的 对 如果真的喜欢的话 那么就不应该去了 对啊 你一次一次地去相亲 因为那时候 我要是说不去相亲 我父母身体都不好吗 不想和他们闹得太僵吗 我现在发现 你真的把你的家庭 把你的父母全部推到前头 任何事情 我家里说的 我没办法 我是听家里的 我想这个脑袋 是长在你的脖子上的 所以 小红 只想和你说 爱情是要有尊严的 你在这个男人面前 在这个男人的家里 毫无尊严 太爱一个不太爱你的人 这不是爱情 这是犯贱 谢谢 小红啊 其实现在到这样的局面 我觉得 做一个女人 不要做得那么卑微 真的会被人在看不起的 她都已经说得那么清楚 我现在都不喜欢你了 你为什么还要硬的去撞 撞进去呢 你这么做的话 她不会不开心的 因为她其实已经有另外一个人了嘛 她已经有 那个心已去了别人那里 你自己还一直撞过去 最终心痛 辛苦的是你自己 谢谢 真的是 不要那么卑微 还起头来找一个更爱你的人 可能你的结局会更好 这件事你们俩之间的感情 从一开始 其实就是一厢情愿 这几年吧 一直你在付出 没有看到她什么样的付出 她对我也挺好的 你太傻 如果她真对你好 怎么会有一次有一次的相亲 她就是特别听她妈的话 这是表面的 真是听她妈的话吗 真是因为她要跟你在一块 她妈就会断了她的生活费吗 你觉得作为人的母亲 真的会因为这件事 断了自己儿子的生活费吗 还真是以为她被人洗脑呢 你的脑子被她洗了 你不光是卑微 其实你还缺一点教育 你看你跟她对话当中 你有半点尊重她的母亲吗 这更增加了你跟她 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你刚才说她对你好对吧 是 所以你现在恨的不是她 恨的是她爸妈对吧 这招借刀杀人玩得漂亮 你说她对你好 她对你什么好呢 就是我觉得都是当开始的时候 在那个学校里边 然后也我们一块吃饭 都一块下课什么的 都挺开心的 这就叫对你好了 我过生日什么的都给我买礼物 她所有的钱不是用的她父母的吗 给你交学费的钱 给你买蛋糕的钱等等等等 当你们俩要同甘共苦的时候 你要她打工 她不是没跟你去打工吗 她也是在家没有做过那样的事 那不就是了吗 如果爱一个人的话 愿意看着你受苦吗 不要自欺欺人 我问你这个问题 如果一个男人真的爱你 久而久之的接触过程当中 发现他歇斯底里的盲目的性格 再加上父母看不上他的家世 你越来越讨厌他 但是你还是不敢说出 我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办 都是这样嘛 对吧 付出那么多 不是骂骂就行了 接下来再给姑娘和你都留点时间 真诚一些行吗 背叛了就是背叛了 不要把理由推给别人 这就不道德了 对吧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 属于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60秒 我也要出国 为我自己的事业去打拼了 然后我要走的时候 祝你幸福吧 我可以给你一块去 然后希望你不要再纠缠我了 我没有纠缠你 我就是想证明给你妈妈看 然后我可以上镜自己赚钱 我不会就是因为我家的条件 不如你们家好 让你爸妈瞧不起我 我想告诉他 我不是为了你们家钱 才给你在一块的 你知道吗 你跟那个人才认识了几个月呀 咱们两个这么深的感情 你忘了吗 当时咱们一块去爬泰山的时候 你说过的 说话 那个现在我已经做出我自己的决定了 这些真的和任何人没有关系 都是我自己的决定 然后呢 你以后 希望你以后也能找到你自己的幸福 没有 我觉得就是你爸妈 逼你这么做的 我说得很清楚 这些真的都是我自己的决定 希望你不要再谈到什么 时间到 我们给姑娘一些时间 生活会给她时间的 这个版本特别像那个你知道吧 就是地主老财家的那个少爷 看上一丫鬟 说我多爱你 后来那丫鬟就真相信 老财他就喜欢了 丫鬟说 我可以改变 你们娶了我吧 但是在地主老财家里面 老财总是认为说 丫鬟就是个丫鬟改不了 那是丫鬟的问题 还是地主的问题啊 丫鬟 想做一辈子的丫鬟啊 不想 那就把腰挺起来嘛 两位请交换箱子 哎 请关门 接下来看看这个姑娘如何选择 5 4 3 2 1 请开门 来 就是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最后劝一下 看看她到底这次出来没有出来 最后一次了 我给她这次 如果真的没有出来的话 我就去找自己的幸福了 哎呀好好好 是个好姑娘 那脾气还是要调整一下的 就是比较直 以后别那么自卑了好吗 好 加油吧 嗯 祝你幸福 请回 看看她看看她箱子里面有什么 哎 哇 行 这姑娘可以 我们在一起三年了 我们的感情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 也不是能用金钱弥补的 我把钱还给你 你是一个有尊严的好姑娘 请加油 我们所有人都祝你幸福 这天有一个悬念 男的没收这两万块钱 留在这 这两万块钱怎么处理啊 你管呢 有编导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耐情道路上 又遭遇了一些什么 各位请看 我们曾经有过各自的家庭 当然生活很不幸福 所以说我们都选择接受了过去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遇到她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让我觉得很温暖 作为一个男人 不仅要照顾她 还想给她一个更好的生活 她其实不是做生意的料 但是她就是不服气想挣钱 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支持她的 把自己的钱给她拿去做生意 但是真的没有一样能成功的 做生意嘛本来就是有赚有赔的 我觉得她整个人的状态都变了 谁的话也不听 我不给她钱她就跟我动手 所以没办法我只能选择离开 她离开的这段时间呢 我知道自己真的错了 这里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我们能不能从这里重新开始 会不会还在 这是一对各自有过情感经历的一对恋人 有过这样的人生起伏之后 他们为什么又一次迎来自己恋情的时候 还会这样呢 生活哪没活明白呢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他们 来掌声有请 男嘉宾阿涛 38岁来自河南 职业销售 女嘉宾小玉 34岁来自安徽 无业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愿意说出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愿意 38是吧 对 曾经有过婚姻 是的 哪年离的 10年 有孩子吗 有 小孩男孩女孩 男孩 跟谁 跟我 孩子多大 只有6岁了 您今年是34 也有过婚姻是吧 对 孩子多大 12岁 男孩女孩 男孩子 你带还是 前夫带 没有争取过来 大概有多久了 离婚 四年前离的 那你们两位什么时候认识的呢 就是 离婚以后吧 在我心情最低落的时候 大概也反正将近四年了 啊 认识的 对 那个时候就是说认识他 这个人给我感觉就是 他说的每句话 就是说很能说到我的心里嘛 因为那时候是 在我最低谷的时候 交往了一段时间 感觉这个人挺照顾我的 然后就在一起了 但是在一起后来呢 他都一直都在唱业 在我这里呢 前前后后将近大概 啊投资了 我这边投资了 大概有30万左右 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成功 最近呢 因为一个朋友 跟他介绍了一个生意 他说要开一个店 大概10到20万左右 我没有答应他 但是呢我不给他钱 他就打我 明白了 所以我也没办法 就选择跟他离开了 那我知道也是不对的嘛 那个我也已经给你 赔底道歉了 再说那也不算是打呀 你那就不算打人吗 我不给你钱 你就直接给我家里的东西 都给你砸光了 最后一次 他已经是 这是第三次对我动手了 所以说我忍无可忍了 也是那个着急上火嘛 喝酒喝醉了 回来之后 跟他说这个事 说着说着就 你不能一什么事情 一上火了 一喝酒了 你就打我 是不是 把我直接 二话不说 不给他钱 二话不说 直接给我打到地上去 打他全身都是无亲的 头上也是大包 好 家里头都砸光了 你喝酒磨碗也是正常的事 喝酒喝醉了 你不跟他一般见识 不就得了吗 但你不能老是这样呀 是不是 我之前又不是说 不给你 不支持你 是不是 之前刚开始他那个 就是认识他那一伙的时候 他是做那个 吴燕国舞台掌势的 他那个时候 已经投资了十多万进去 他说人家生意好 想再搞一个舞台 他说还差个七八万块钱 你过来我们一起做 那我那个时候反正就说 觉得这个人可靠呀 当时答应他了 就把这个钱投给他 然后呢 两个舞台没搞好 又要搞三个四个五个 最后呢 把这些钱全部都投进去了 那不是看一个舞台一天都 能挣个一两千块钱吗 那不是也是想着 急着多挣点钱 后来他就是有一个 炒股票的朋友 那个时候大概是两年前 跟他聊起 股票怎么挣钱呀 然后他就相信他朋友的 投资了五万块钱进去 五万块钱进去以后呢 这个股票呢 就是往下跌了 我就赶紧叫他 把这些钱拿回来 最后呢拿了一万块钱回来 哪是这回事啊 大家都知道炒股啊 他有跌有涨的嘛 等到股票跌下来了 他说哎呦 你赶快拿出来吧 我那朋友说 你不要拿出去 不要拿出去 他非要要听他的 最后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要股票到去年 人家又涨了 我朋友呢 人家挣了将近十多万 咱们到最后还是得赔 你反反复复借他这些钱 三十多万从哪来的 这是我辛辛苦苦挣下来的积蓄 最可恶的就是说 有一次是什么 他认识了一个什么 我都不知道在外面 怎么认识了一个弟弟 跟他说我人脉很广的 以后你要做什么 或者说你直接跟我说一下 我就直接给你办到 他带我去见过这个 他所谓的弟弟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这个弟弟不可靠 我说你不要相信人家 我说有什么事情 我们自己踏踏实实地做点生意就好了 结果他就不相信 过了没过几天 那个弟弟就跟他说 他说你借我三万块钱 我有急事 他说过哪天还给你的 他就回来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答应人家了 我答应我那弟弟了 借三万块钱给他 你把钱给我 我就不给他 当时不给他 我就跟他吵 吵了以后他就出去了 半夜回来以后 他就另起来就给我一顿打 两个巴掌打过去 直接给我打到地上去 我本来就是说 答应过朋友 借给人家的 不借给人家 那脸面往哪里放吗 是不是 你会你自己的脸面 你有考虑过我吗 然后出去喝酒 喝酒回来之后 叫他说是给钱拿出来 他二话不说 起来都往我身上抓 行 停 停 停 你们俩靠什么生活呀 我就是说 因为之前赚的这些积蓄 我平时也偶尔做点淘宝 或者之类的 你靠什么活呢 生意嘛都要做赔了嘛 反正是 以前那天积蓄也没了 有时候缺钱了 他也不给钱 有时候就问朋友借一点啊 周转一下 他总是说我那些朋友啊 怎么怎么不好 那说白了 其实就是他养活你呗 也差不多吧 差不多 他养活你 你还理直气壮地打他 打过你三回是吗 最后一次就是 因为吵着要这个 就是说一个产品 他说要开店 拿个10万 19万是吧 因为他之前是真的 没有一件事情能成功的 我明白 拿了这么多钱出去 那我再问问 除了在投资这儿 他不太靠谱 在生活里他靠谱吗 生活上之前是可以的 但是后来就是说 在杭州就是说 什么认了弟弟啊 这些后面就是说 朋友多了呀 就是说经常出去喝酒啊 唱歌啊之类的呀 就是事情多了 人也变了 现在这个人 他小弟兄的那个女朋友 就跟我说 他说哎呦 你朋友在那里 给那个女孩子 天天喝茶 每天乘上路对的 他们还给那个女孩子 过生日呀 买花呀 就买蛋糕包场了 我说我跟你这 都快四年了 你都没有给我买过包 没有给我一次生日 两个人一个男一个女人 你说男人 除了男人 不跟女人在一起交往 还能怎么找 你谈判又也好 生日上的事情不是 你能跟人家 这么亲亲密密的吗 牵牵手吗 我哪有跟他 亲亲密密牵手的 那都是朋友的 瞎扯的 瞎起哄的 他就把他心里为真 你心里没鬼 你为什么不带着我去呢 你为什么给人家报款呢 我不带你 那是你带着你过去之后 你就整天就说 急着要催着回家 给朋友连谈事都谈不成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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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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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因为什么离婚啊 以前也是因为那个别人 那个误会啊 误会你出轨 对啊 我这个人就是说行的正做的正 我身正不怕影子邪的那种人 那你第一段婚姻里面 有没有打人的行为呢 没有 那你为什么打他呢 我以前是从来都不喝酒的 然后生意做陪了嘛 也就比较郁闷嘛 有时候回来了问他 跟他商量事 什么事情也商量不通 你是跟他商量事 还是问他要钱 做生意嘛 男人在家里 也不能什么都闲着嘛 总想着去创业啊 做点事情 他只要一跟那些朋友在一起 他的朋友跟他说这个说那个 他就是听什么 我跟他说什么他都不听 我可好奇了哈 就是按理说 你也是有生活阅历的人 那为什么这个男人 这么不靠谱 反反复复的投资失败 你反反复复的去帮助 他一帮就帮四年呢 前个几年他是 确实对我很好 就后面这两年变了人 也就是说 如果他对你好的话 其实你不在乎给他投钱做买卖 是这意思吗 对因为我也想创业 我问问你啊 就是你在认识他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在工厂上班的 工人 对 因为认识他你变成老板了对吧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感觉到一个月五千多 也不够我们开支嘛 所以说那个时候就 我就想着说 不行的话就出来就是说自己做点事情嘛 做事情的钱都是他的钱对不对 做事情之前我们是鸽子用鸽子的 明白了 哎你们要分开那三十万还要吗 我不要了 我现在最后是说他又让我拿钱 所以说我已经没办法了我真的 我说你已经太伤了我的心 你还有钱吗 我自己继续多多少少有一点 没有钱我可以自己去工作 我可以自己努力的 哦 你早就应该告诉他你没钱了吗 没钱了 没钱也没关系啊 我也知道打人是不对的 那个有时候嘛 男人嘛有时候喝酒喝醉了嘛 也控制不住 不是男人喝酒喝醉了是 那你不能每次都是这样子 那你说为什么打人呢 我就奇怪了 我平时不打人的 你觉得喝了酒打人就没事是吧 不是喝酒喝醉了之后 有时候那事情来了也 还是他有时候嘛就跟你跟那枪嘛 枪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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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就就来了吗 他喝酒了喝醉了回来 一把给我拎起来就打到地上去了 事后之后呢再跟你说 哎呦对不起呀我错了呀 怎么样怎么样 那不是这样子做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家暴循环 怎么办呢 献献老师们怎么帮你们吧 一起进入秋必特问卷 男人打女人是不可原谅的 这样的家庭也没有必要持续 我们也就是看到 现在有很多人都想当马云 可又没有马云的本事 我想问一下 你从头到尾一共亏损了 亏了多少 大概三十多万吧 你给他三十多万 他一共亏了三十多万 也就是说亏的全不是 你女朋友的 那你这个老板真好做 亏的都是女朋友的 做嘛 不给我就打嘛 所以你说 你这个生意还怎么做 你这个人还怎么做 你早就应该和这样的男人分手了 当然这个三十万块钱 我想还是要 也是必须要的 他现在还不出 借条也是必须的 否则的话 可能他再去找下一个女人 下一个女人又是像你这样的境地 你其他的姐妹也会遭殃的 其实真的最瞧不起的就是 向女朋友借了钱 还得要打她的人 这太不像话真的是 就是不要说借不借钱 是不是女朋友 就是街上的一个人 一个女人 你都不应该动手打她 还说什么喝了酒之后 也不会自己再干嘛的就打了她 真的完全是不可原谅 我听了半天呢 你们俩之间没有什么爱情 有的就是投资 创业 现在我告诉你 创业失败 投资失败 人家给你三十多万 于礼于情 你都不能对他这个样子 还有 你没钱 你凭什么答应人家 我借给你钱 你是个非常失败的人 甭管是从投资角度还讲了 还是从男女朋友爱情方面来讲 你根本就配不上这位女 你有什么能力 有的仅仅就是回家酒后 你去对她家暴 仅此而已 所以说投资也好 感情也好 最最关键的就是看准人 擦亮自己的眼睛好吗 跟她说拜拜 而且一个三十八岁的男人 刚才还大言不惭地说 是他养我的 他凭什么养你 他愿意养啊 还好生意没做成 你猜他要是生意做成了 会怎样 生意做不好 打你对吧 他生意做成了 没准就跟你前夫一样 你前夫不就是因为 经济条件好 出轨了吗 所以 如果非要给男人 挑一个标准 就有的很多女生说 你为什么喜欢他 这么个人 你喜欢他什么 他有的时候 对我也挺好 温柔 所以如果非要挑一个 争别男人的标准 看一个男人 有钱和没钱的时候 对你怎么样 经济条件好一点的时候 和经济窘迫的时候 在这两个关键时候 这个男人对你怎么样 你就可以看出他的品性 平时的什么温柔啊 洗脚啊 梳头啊 端茶送水啊 穿衣送饭啊 都别去看 那都是假的 看关键时刻 一个成功的男人 背叛了你 一个失败的男人 打了你 这两个标准 你都碰上了 你别以为 都是他的问题 为什么你这样的女人 老是招这样的男人呢 好了一点 就翘尾巴 找别的女人 受到挫折 就问你要钱 不给就打你 你为什么 老招这样的男人呢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问题 你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贪图男人的假的温柔 男人只要稍微一点温文软语 一点甜言蜜语 就把你忽悠的个颠三倒四 四年的时间 借款三十万 长达四五次 被打了这么多次 一次次问你借 那比银行借贷都方便 连抵押都不需要 而且打了你 你还那么贱的 把钱又给他 你说你有没有问题 你当然是很有问题的 打你两巴掌 给你个甜枣 你马上就借钱了嘛 所以你这样的女人 为什么老招这样的男人 第一 你永远只看表面现象 第二 你好了伤疤忘了疼 第一次跟你动手的时候 你就不应该搭理他了 于情于理都过不去嘛 大家都说了嘛 借钱给你 你还打我 你现在到银行去借款 你还得办各种手续 他居然打你 这种男人 你跟他过四年 你可真行啊大姐 你呢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反正你也是理直气壮 对吧 有这样的取款器在这 是吧 当当当 按几个键就可以出钱 我干嘛不找这样的女人呢 是吧 但是呢 我想告诉你的一点是 可以不爱 但不要无情 更不要无耻 做人不能这样 知道吧 你做人不能说你不敢 你还反咬一口 所以没什么别的好说的了 于博宏老师的建议 我认为你应该采纳 不能这么纵容 一个这样的男人 30万能要多少 一定要 不光是为你要 是为正义要 明不明白 明白 欠人钱吗 欠 欠多少 算四万 打借条去 于老师拿纸笔 是这个节目现场第二次写戒条了啊 哎呀 这些不争气的男人们 博宏老师到时候帮忙给读一下啊 欠条 好 今借三四万元现金还款日期最值2017年4月底借款人 某某 我就不说出你的名字了 收着啊 谢谢 谢谢 好了 全的事儿打理完了之后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60秒 此时此刻呢 我朋友告诉了我一句话 他说 读文件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呢 不如明世指路 今天呢 我来到这里呢 非常感谢 几位老师的指点 是我深刻地认识到 借酒交愁愁更愁的滋味 虽然过去经历过这么多的挫折和失败 但是我仍然相信 相信我一定能够找回原来属于他心目中的那个我 亲爱的 你回来吧 两位请交换箱子 谢谢两位 请回 啊 聂寨呀 请关门 我们看看 最后 这位三十四岁的女性的选择 五 四 三 三 二 一 请开门 五 五 这就叫一生一世吃定你 跟我们说说 女孩你出来干嘛呀 其实她之前是对我真的很好 她对我儿子也很好 她也就是后面这两年变了 太 我一直都很疼你的孩子 来之前我还给孩子录了一段音 孩子很可爱 我也很喜欢她 希望你看到我的付出 可以让我们一直好好的走下去 不是 就这个是吧 你给我一个那个话筒 我听听这个 在哪呢 我们听听 妈妈 我觉得叔叔真的挺好的 对我特别好 每次带我都去吃好吃的 我真的觉得很高兴 有的时候你不给我买玩具 他就会偷偷的给我买玩具 他来看我都给我带礼物 我很喜欢叔叔 我特别喜欢咱们三个一起出去玩 我觉得咱们在一起的时候 特别快乐 特别幸福 妈妈 我还想咱们三个人一起出去玩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快点带我出去玩 我想你们了 这个孩子呀 不知道那些玩具 都是妈妈的钱买 对 你这样的出来的这种行为 完全是在侮辱我们的智商 侮辱我们刚才对你的帮助 谢谢张先生 你的选择是吧 负责任的是吧 那我们是拦不住的咯 来吧 两位请站这儿吧 感谢不弄暴龙眼镜 为牵手成功嘉宾提供的牵手大奖 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 由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 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你们喊开始和停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戒指给叔叔 以后可别再打人了 能做到吗 能做到 一定痛快前辈 好了 接下来我们大家就 见证一下 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时刻吧 我现在不会带的 等你做到了我再会带起来 好 请亮灯 那咱们就这样 咱们从前面走 咱就不从这道门走了 好不好 下次真好的时候 咱们再从那走 好吗 谢谢你们两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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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回来吧 那个老不见证的人 不见证 是因为我仅止于是生气 我不想看 现在我觉得 这可以成为我的一种态度 我就是不看好 我就是避免这个环节 我就出去 我就不看他们 啊 态度表明就行了 看看也没关系嘛 坐这看了你不赌心啊 万一人家真的改了呢 我们还是希望人能幸福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老图有话说 天天圈的用户提问 我糊里糊涂的成了第三者 他结婚四五年 没小孩 去年我怀孕了 因各种压力打掉了 现在我又怀孕了 我不想再打掉这个孩子 而且我想要和他结婚 我知道我自找的 但是我现在该怎么办 被第三者 不是你的错 怀孕是你的错 继续做第三者 是你的过错 再怀一个孩子 你是一错再错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孩子如果还小 不影响身体的情况下 宁可不要 因为他不会幸福 如果这孩子已然长成 你最好把他生下 单独过 感谢大家收看了这一期的 暴龙眼镜爱情保卫战 我们的节目是由 不弄暴龙眼镜冠名播出的 本节目由 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 休闲旅游找途牛 下载途牛APP 手机预定更便宜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 特别赞助 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